哈利马总统到访一家将食物残渣转化为替代蛋白质的科技初创公司 总统呼吁创造更多机会让企业开发可持续技术 加强新加坡的食品供应 总统说我们也需鼓励创新与创造力确保食品安全 并在照顾到我国的人口粮食需求的同时也保护环境